前段时间,英特尔正式发布了首款入门级的独立显卡,瑞炫A380 但由于性能确实不够看,也就并未获得玩家们的重点关注 可能是英特尔为了挽回颜面 官方近期亲自揭晓了面向于中高端的A750和A770两款独立显卡的性能表现 表示均会领先于RTX3060 同时更是表态会以击穿底价的价格来回馈玩家 那具体是不是这样呢? 下面就赶紧跟着Gate强一起来研究研究吧 首先是英特尔预告已久的瑞炫A750显卡 官方直接公布了其在部分游戏中的性能表现 根据官方PPT展示 在2560×1440的2K分辨率高画质设置下 其平均帧数分别为F1 2021 192帧 赛宝鹏哥2077 59.88帧 控制64.58帧 无主GD3 76.43帧 堡垒之夜 132.75帧 对比RTX3060的话 性能表现最高领先了17% 最低领先了6% 具体领先幅度如下图 看到这里也肯定不少小伙伴就要说了 诶?你这数据太假了 假吗?都是官方公布的 肯定是不假 除了官方公布的消息外 知名硬件媒体Videocats也报道了瑞炫A750的部分信息 目前其被订阅于中高端游戏机 归属于瑞炫A7系列 将配备非满血的ACM G10核心 用28个XE内核 3584个流处理器和28个光追单元 当然此参数还没有得到英特尔官方的最终证实 只是给各位观众老爷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除此之外 另外一家硬件媒体 WCCF Take也透露了A750显卡 将配备8GB的GDDR6显存 显存位宽为256bit TDP功耗为225W 其中8GB的显存容量 已经得到了英特尔官方的证实 其他参数并未最终敲定 还是仅供参考 千万不要过钱哦 外观方面 目前基本上可以确定 从硬件外媒Gamers Nexus的直播展示可以看到 相比目前的A380来说 A750有了公版设计 并拥有双风扇散热模组 供电接口为8加6pin 配备了3个DP和1个HDMI接口 各位觉得颜值如何 那除了A750以外 还有性能更强的A770显卡 同样也是公布了不少信息 知名外媒WCCF Take表示 该卡将会配备满血的ACMG10合金 拥有32个XE内核 4096个流处理器和32个光追单元 但其的外观则与A750一致 英特尔官方也已经确认了 A770将会配备16GB的GDDR6显存 而位宽仍将会是256bit 但其他的参数则没有亲口承认 所以说以上这些信息 目前还不能100%确定 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 至于其他细节方面 根据著名YouTuber加拿大白嫖王的测试来看 A770将会支持可超频技术 显存频率最高可达2.5GHz TDP功耗最高为285W 而实际性能可能也会略强于RTX3060Ti 最后则是售价方面 根据知名外媒WC SafeTech的报道 由于瑞选A750显卡 对标的是RTX3060 而瑞选A770对标的则是RTX3060Ti 所以两者的售价均会在300美元到399美元之间 最重要的是 英特尔也对此许下了承诺 相比同等级的N卡和A卡而言 A750显卡和A770显卡的售价都会更低 也就是性价比会超越而者 当然话是这么说 PPT是这么做 最终会不会考虑 还是要看实际的性能情况和市场价格 说不定以后3i平台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目前瑞选A750显卡已经确认进入了测试阶段 并将会于8月推出 最后再说句题外话 此前泄露的顶级旗舰瑞选A780显卡 也就是对标RTX3070的那款 目前已被英特尔的图形营销师正式否定 并表示之后并未推出 所以大家也就不用期待什么A780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其中部分信息目前还没有得到英特尔官方的最终确认 所以大家不要过情 仅供参考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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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